HELLO 大家好 看到我今天戴帽子就知道我們要介紹什麼設備嗎 我今天要介紹的是可換底板磁控抗帽機 那首先呢 我先大概講一下可換底板磁控抗帽機的優勢 它基本上有四種模具可以做更換 每一種模具有不同的大小長寬 我們可以去做更換 為什麼我們需要這四種模具呢 因為我們在做帽子的時候 我們的Logo是有大有小 所以我們會需要搭配我們的大小Logo來配合我們的模具 那接下來呢 我會介紹我們的燙帽機的功能以及操作方式喔 好 那我們首先先跟各位介紹我們磁控抗帽機的操作方式 首先呢 先將右邊的船型開關打開 然後開機的時候它顯示off的狀態 off狀態它是不會做升溫的動作 所以呢 我們必須把它設定好我們的溫度跟秒數 首先呢 先切換到OK按一下變度C 度C完成之後再按OK 我現在設定的溫度是130度 再來設定我們的秒數 秒數我們設定是15秒 時間到之後它會自動彈起 再來一次OK 它就會自動升溫 那我們燙帽機已經升溫完成 那我們現在來介紹我們需要準備的東西有哪些 我們要準備空白的還沒燙印過的帽子 以及DTF膠片 準備好這兩個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開始做燙印 但是燙印之前呢 我們要先選擇我們要試用的模具 基本上呢 我這已經選擇好我們要燙印的模具是用這個 那我們模具直接這樣裝上去 插進去 之後我下方這邊可以調節我的壓力 為什麼要調節壓力 因為我這邊燙的局部 這個會有壓力問題 我帽子會有厚薄度 首先呢將我們的帽子擺上去 擺上去之後 套到後面 這根桿子往下扳 有沒有 我們帽子這邊被繃緊了 上方被繃緊 繃緊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膠片擺上去 擺上至中 擺完之後 我們就直接講這個下壓 倒數15秒 時間到它就彈起來 沒有時間到 然後 再把這根拉桿壓回來 可以看到 我們的膠片已經燙上去 好 我們現在膠片冷卻 我們就將我們的膠片撕除 這樣帽子是不是就完成了啊 你看我做的輕輕鬆鬆又簡單 想要自己做帽子 趕快來找我們哦 真的好嗎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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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